随着武汉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 已经有大量的原恶医护人们离开武汉 离开古北 4月8号零时起 武汉将解除离汉离恶通道管控措施 离汉高度通道 有序恢复 对外交通 4月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成员们逐渐恢复了日常训练 除了常规训练 公司决定根据成员个人状况 全力提供匹配师资 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定制不同的专属课程表 在这之外 马家琪 丁程鑫 张真远 还要将疫考的准备提上日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14号词 成员 《女帮 mandate》 5、6、3 准程鑫 全部都写 这种 一起 5、0、3、3,准程、准准 2、3、准程、1、准程 就此外 不能用 准备 5度相参 我们又是超5度 超5度相参率 这是往上的 给我点到这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dire 生高到 Ri 高到 生高到一定 高到 誰不愛到 Me 高到攻 就是保 erhalten 演員一定要努 ripe導演的地圖 一定要努 resonated 才能知道如何去配合導演去演戲 南門在哪 南門啊 這就是 快快快 告诉你 你不要测读我 我肯定找不到 对 好 好 好 在你正常叙述的过程当中 谁也不知道后边要讲证 所以你不用自己再说着说着 你感觉受错的时候就不错 谁还不知道后边要讲证 然后跟我哥一起走路 那段时间其实是跟家里人感觉最清清楚 然后当时每天呢就是在老师那儿上课 然后他会给我一包零食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热血 当时我很调皮 我当时好像是在五六岁的样子吧 在家我妈就一直说咱们做菜吧 我说我从来没有丢过菜吗 一天起来之后我就跟我妈妈说这件事情 妈妈说我想太多了就没有在意 我们就想着要不然再打一分钟的球 就再打了一分钟 打了一分钟之后我们就把那个球丢在那个草里 声音音出来 声音音上盯着一根盯 盯上挂着一张弓 说刮红就刮红 挂的男女老少男把眼睛睁 你怎么弹那一包 右手好像签盘 具体 你上不住的话突然到他会很滑 我们现在就过去的也怪 对 就是感觉就嗯 就狗给 那种感觉是哦 我只是一个段落的Roll landing 就是说你现在的腔体转换速度还来不及这个速度 你得要练到我扒回来你你得OK 就是你原来唱的都是已经 你只是把那个唱的 就是你做完这个以后表情都出来 对我意思吗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刚手上发的这个表 然后这个表上是公司为大家准备的所有课程 这个课程呢不仅限于目前表上的这一些 公司是根据大家所有的专业准备了专业的课程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还有需求以及自己想要学的方向进行选择 不用担心经费 然后想学什么都可以提出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家想学的东西往里面加 然后公司会全力培养和提升大家的能力 然后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 就是我们自主选择吗 现在这些课程 对的 大家手上有一份那个选修意愿表 然后这个表格上面写满了我们现在目前有的是三个课程 然后第14个课程的话是希望大家能够填写自己希望添加的一个课程 哇 可以 可以 这个课程是只要不合理的都可以写上去吗 只要合理 OK 那那个就像高考专业课这个账面是另一个吗 是的 这张表上只是除了文化课之外的专业课程 咱们每天上午不是会有文化课吗 然后这部分也是会结合各位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安排 大家有什么想要上的课程吗 有 吉他 现在 还有呢 我键盘都进去 还有我想 这个 这个键盘都进去 哦 都有 那我们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我还想你家的做去 我觉得跟他一人去背 吉他有哪些老师 你现在课太多 你到时候上的全部都是在这个课上吗 你都没有办法准备你高考 没有 你还是现在你的第14 最好上的跟你高考课的官 所以我要上现代 比如说刚刚梁老师听说小三门 那就是小三门 什么是小三门的机会 小三门就是乐理是场面 高考也需要用的 丁老师的现代舞呢 现代舞就是考表演需要有一段舞 最好跳现代舞 古典都行 古典舞就是扇子按键就是 那你本身是对现代舞有兴趣吗 对 本身其实蛮早之前就好学了 因为它现在我对线条还有控制都很好 然后另外舞蹈提升跟舞蹈基础的话 是指我们业余的其他的添加的课程 我们舞蹈会每天有一个舞蹈全体的课程 是每天都会有的 然后声乐成一样的同理 声乐也是我们声乐的那个团体的课程也会有 然后在这个以外我们会有基础课跟成品课 然后成品课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大家想要唱的歌 然后进行拍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综艺 普通话跟乐理是我们的必选课 什么叫必选课 就是每人两周至少必须选到一节 OK OK 有人有疑问吗 为什么要选 没有 没有 反正都是自主选 然后第十四个就是想加什么课程加什么 对啊 OK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这个课程意愿程度的话是分一到五分 分数越高是表明你越想上 五香 OK 好的 没问题 那他的排课方式的话是按照你的分数越高 可能你的分数越高的话就排的优先级会 往分数高的上面靠吗 是的 OK 然后下一列 希望一周上课的次数0.5是两周一节 然后可以根据每一节课然后填写你希望课上的次数 OK 那明白 然后最后一列的话是一周上课的课时 这个是由我们这边来统计计算 好的 好最后一个 每月根据课程内容每人拍摄至少两个成品作品 成品作品的话是分为单人师生小组团体 成品作品的那个作用是为了记录下来你们的上课成果 好 先自主选择一下就自己选唱的歌或者自己选跳歌 然后也可以选择自己自己唱或者是跟老师一起唱 所以都行 都OK的 每个人就是 就是至少两个作品 OK 懂了 懂了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建议 没有 就是附加客 目前这个看起来似乎我们起不了建议的那样 对 就还是挺完美的 谢谢 我们更像我们组的公司 请你们多踊跃的提意见 我们想起来了 我们想起来了 会给公司提意见 就是再回去观察一下 我觉得 其实对偶像来说 唱跳是必修潜 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程度 只要是 还一天再做这个 就是要一直去提高这个 在团里的话主要是 就是 疙瘩 不足的话 我觉得是综艺吧 对 因为我是个 反射虎比较长的 平常说我会 反应慢慢 还跟大家说时间差 有些游戏我确实是不太擅长 想选择 编曲 键盘 还有台词 这个副架课 因为第一个是 也是最重要的吧 就是因为是 比较喜欢 然后第二个是 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 坚持嘛 和积累 才能看到一定效果 而且人的精力本来是不限的 所以要做更擅长的 而且 这样才能看到一个效果 关于艺考 您好像走的方向 为什么 其实 关于艺考这个想的还是 挺久的 就是说实话 以我现在的程度 对 唱歌啊 作曲啊 表演啊 这些 了解的都不是很深刻 现在都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了解 在做一些尝试 嗯 还没有做最终的决定 不过 对舞台还有自己喜欢的想尝试的事情 都会保护着情 然后一直努力的做下去 就是说不管是学成品的舞曲子 还是练声唱成品的歌 其实都是为了学习 能把这些东西真正通过练基础 就学到自己的身上 嗯 再去消化 拿出新的作品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真正做到自己 满意的作品 是会发出来给大家看的 对 嗯 呃 第一位的话 我觉得是舞单吧 因为跳舞在我所有的专业技能上 跳舞是我最自信的 也是最好的吧 对 而且我也 很有信心的去把跳舞这件事给做好 我觉得我最薄弱的地方 呃 可能还是唱歌吧 对 但先天条件 我无法改变 就 慢慢通过后天的努力 去 让自己在这唱的这件 这个技能上更加的有 一个提升 更加的好 特别自己复杂了 呃 我觉得是编舞吧 对 因为我最后还挺想给自己编舞 为团队编舞的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 团里面跳舞比较好的 呃 作为一个舞单 是有一个 要有能力去对这个团队 关于艺考 你想要走哪个方向 呃 呃 表演吧 呃 因为之前看了一个演员前辈的采访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呃 其实自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然后生活也很单一 但 但 接触到表演这方面之后 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了起来 然后 我人生的多样心一下就打开了 呃 其实自己呢 呃 呃 不是一个时时刻都是很有趣的人 呃 生活也很单一 然后想 通过表演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起来 如果说舞台是表现自我的话 呃 我也要喜欢唱歌 觉得自己是歌单的 嗯 很多人说我 是金句单的 然后我 确实也会说一些比较精品的话 让大家开心 然后 不足之处呢就是 舞蹈跟综艺 舞蹈我最近也一直在练习 然后综艺呢 就是老师会跑神 但是 不是是 但是那不是真的跑神 其实是我 反应慢 然后 其实我一直在听的 呃 我选择 编曲 作词作曲 因为 人不能总是看画面发展 然后 喜欢一些东西 就要把 这个东西 关于这个东西的事情都学一学 这样才能重视自己 然后 这样的话 看事情的角度也会更多 然后 对舞台的理解也会更深 我是觉得自己可以我全能担当发展 因为 我从进公司到现在也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 也接触了很多老师 所以我想把这些学的东西 都提高一点 如果想当全能担当的话 还是觉得要均能发展 多点努力 所以 我现在觉得的话 可以在舞蹈上 还有舞台上 我自己可以为你团队加分 因为 我们也一起经历了很多舞台嘛 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喜欢舞台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项应该可以为你团队加分 然后就是声乐 我现在的这个阶段的话 估计就是变身期 但是我也不想把这个唱歌唱不好的理由 归纳于变身期 因为我觉得自己 现在这个阶段可以练一些比较技巧的东西吧 等我练 等我变完生抽 估计是可以有到一个更大提升吧 对 想把自己提升的点就在于声乐 因为自己现在变身期 需要补补一下现在的唱歌的一些技巧 然后等变身完 估计会提高很多 这只是我印象 以后的规划 估计想把自己的rap实力再提高一些了 因为现在正在学编曲 还有一些乐理支持 期待以后我自己 以后能拿自己的作品给大家见面 就是编写着歌 然后编写着词 然后自己在那录音 对 应该是编曲吧 因为只有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还有自己做出来的音乐 对音乐的理解方式等等 才能达到粉丝们还有观众 对 我觉得自己在团里一下 现在应该是算疙瘩吧 不过因为我们平时不只是在舞台上表演 还会有在拍一些综艺啊 培训这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效果 就很神奇 所以说我认为 我在综艺方面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潜力吧 但是我之后会更加努力的 不足的可能就是跳舞吧 但是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 我之后都会好好努力的 争取之后跳舞在台上能让别人一眼看中我 并且真正认可我的舞蹈 我想要作曲、编曲和键盘 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一个吉他 因为我觉得多会一些乐器 对我的音乐方面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最后的话我想要做出那种多元化的 有风格的音乐 关于依靠 你想走哪个方向?为什么? 其实依靠这个东西 我还纠结了挺久的 因为毕竟是人生的大事 也是相当于我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说之前一直在纠结到底是选 音乐方面还是选表演方面 虽然艺考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但是因为这个抉择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还需要再好好想一想 展示的成果 建签课上 不是学了几个和弦组 然后因为那个和弦组正好能套上 我们那首新歌爆米花 所以说我想之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弹唱给大家听一下 如果编曲学好的的话 之后有机会还是可以给大家 展示一下我的编曲东西 我的定位的话应该是rap担当 我的定位的话应该是rap担当 因为我rap是我最突出的一个技能 然后平常的话我也会给自己 给团去一些raps 然后也有去给团专门去唱rap 所以说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一个rap担当 不足的话应该是我的跳舞 因为我的舞蹈基本功可能有一点点的差 所以说可能会显得我的舞蹈 跟大家水平会差一些 我想选择的课程 应该是表演 台词编曲作曲rap 除此之外的话 我希望自己还能再加一文乐理课 因为编曲它是建立在乐理很好的基础上 我现在乐理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说我觉得还需要学习乐理 然后来增强我的乐理知识 这样才会编出更高级的曲 虽然说可能会有的课程会有一些枯燥 但是我相信刚刚也讲 兴趣是人最好的老师 但是我对他们有兴趣 我就能坚持下去 定位啊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人吧 就我也不会说我现在就是歌单什么的 舞单什么的 我觉得我其实是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弄好的 就因为是舞单是歌单这些的 其实都是自己擅长的事情嘛 那我觉得我现在还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还不能算说这两个东西 应该是我最擅长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非要说一个的话 我比较擅长的现在的话 可能是在综艺方面吧 对 就在综艺方面 我觉得自己还能算是一个担当吧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是想把自己练成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人 就是在以后的话是每一项技能都能够拿得出手的 我觉得才是我自己想成为的一个人吧 嗯 不足的话 我觉得其实自己在各方面 没有哪个方面是不足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我现在这段自己所想要的那个高度吧 嗯 我自己做的选择的话其实都还挺难的吧 就嗯 我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都会想去尝试的人 对 嗯 但现在其实这些课程都还在初学阶段 那嗯 我也在就是就是分配时间 然后我这样每一个课程都能得到练习 然后来来奉护我自己吧 我可能会在之后 看到底是哪一个最适合我 然后我最感兴趣的 然后再去做一点学者吧 但如果我都很感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会 虽然会累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分配时间去让每一个课程都能够得到练习 然后慢慢的把每一样课程都给你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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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一遍再泪流 一遍轻爆我 小声的说 多么爱我 我去学一下你唱歌 你听一下你唱这首歌 或许只有你 懂得我 所以你没逃脱 一遍再泪流 一遍轻爆我 小声的说 多么 二手 他的音转音 或者节奏的突 是直改的 你是在滑 所以我总在说 那是你的绿路 然后我们可以在做实验 比如我可以带给你三首 这样类似的歌 你下次可以都回过 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绿路 探望未来的路上 没有人会再回饭 说伤在肩膀 就算留恋 也不要回头看 咱们大海的笔板 一定有过往的彼岸 你听你的词吧 百灵鸟 从天边飞过 感觉这个鸟 清脆吗 有点 脱脱 对 有点什么 中年的百灵鸟 青年的百灵鸟 怎么说 就是小鸟 脆一点 百灵鸟 从天边飞过 这个鸟就不脆 百灵鸟 百灵鸟 这样吧 我们说的大鸟 大鸟 特别大 百灵鸟 从天边飞过 百灵鸟 从天边飞过 百灵鸟 看不看 百灵鸟 从天边飞过 而不是 百灵鸟 声音也抖了 气息也不稳了 它是一个过渡 所以这篇文章也是一样 需要你找到人物的 这一点点感受 先说一下 跟大家先说一下 为了怎么样 为了看日出 我常常早 你看 出 是不是百灵鸟 百灵鸟 为了看日出 这样说话 和你刚刚说话 是有区别的 为了出 你看 是不是就变成百灵鸟了 年轻版的百灵鸟了 所以你要找 刚刚我说的这个 百灵鸟的区分 为了看日出 我常常早起 这句舒服 我教你怎么做 一个选择是有一定的讲究 这个和这个是他们 就是你看 一句 我说的一句锐 就是一句旋律 它既要在这个上面使用 既要在这个上面使用 我重复 我直接要唱一句 然后你试着唱一句吧 如果觉得好听 我就可以弹 然后你现在就唱一句 然后你现在就唱一句 大声一句 大声一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要分开的 要不你抓底骨 要不抓军骨 因为你整个一套骨加的话可能有些就不需要 对吧 你也没法控制个量 他怎么才能选择 那一队封轨了 一轨轨录了 把底骨可以录下来 就按刚方法 底骨录下来 军骨录下来 录成一笔 有很多 你看 这时候 我教你 简直至这个骨里面 录破 你看 这是一拍 对吧 这是两拍 对吧 然后这个第三拍又多出来一点了 你要复制它 把这两拍复制过去 这里就不应该有 懂意思吗 对 所以要删掉 这样一续动它 它搭不过来 它才是一整拍呢 对吧 对 这才是一整拍呢 对吧 那是月落的时候 别续 你看 它一下子过去就变成续了 你再变 那是月落的时候 这是几个字 二 二 三 那是月落的时候 轻轻 对 来 到 这到后的节 一 二 三 那是月落的时候 再来一 二 三 那是月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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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就是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OK 不要加这个音 加这个音之后 这里也会收紧很多 我不要认识你 所以是 那是月落时候 再说 那是月落时候 再来 那是月落时候 再来 那是月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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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发出的 寒息吧 昨天已经走远了 日天该去哪儿啊 相关里的那些 深深发光的 我们哪 在夏天发生的时 你忘了吗 你情绪有波动吗 你觉得 她的情绪波动吗 对啊 那是月落时候 轻轻发出的 寒息吧 那是月落时候 轻轻发出的 寒息吧 早日上 已经很適合 轻轻发出的 寒息吧 就是 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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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横 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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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音乐响着 天单的 你就这个 我也玩不给这个 天然的 天然的小龙 这回来就是 天然的小龙 化成彩虹 天然的小龙 天然的小龙 化成彩虹 天然的小龙 化成彩虹 光中我一口气 奔向星空 雨和云头汹涌 推开梦楼 散落晚风 那个风的时候 怎么有 你唱啊 你唱爱意义呢 晚风 晚风 没有 这是风沙的 晚风 晚 晚 晚 对 晚风 晚风 晚 晚 晚风 这是这 晚 晚风 那这不对 咱们在会说 先说明了 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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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虚啊 离风的事 别虚 晚风 等下来 别让他急 晚风 晚风 念什么 晚风 再说 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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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我依靠起本身 星空 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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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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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 星空 讲个电话 啊 星空别开 对 梦中我依靠起 口 口气 梦中我依靠起本身 星空 梦中我依靠 帮助 梦中我依靠起 口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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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我一口气 两三 梦中我一口气 气味 他手前唱歌里没有二声和三声 全是一声和四声 气味和轮廓 气味和轮廓 是和轮廓 气味和和和 气味和轮廓 气味没有中音 气味和轮廓 我像个爱和白头 关于你的心动 像你的身体 气味和轮廓 我都如爱 无意触碰的流光 只为你的爱 想还给你救我 我一道恩的笑 我一口声残酷 我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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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 成员们的编曲和rap能力 为他们安排了相应的外出客 我们理论上来说 所有这个能出声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来做音乐 然后我们管这个东西叫音源 怎么分辨一个乐器 就是点声源和线声源 就看这个音色 你听什么 然后上底科我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点和线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在混音的时候它也实用 因为它要考虑到这个音乐的动态 做混音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东西来考虑 但是我们做编曲呢多一样 叫点加线 一堆你觉得好听的声音加在一起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不好听的音乐 音色之间呢要有什么呢 要有融合和衔接性 嗯 对 所以一定我们选音色的时候倾向于好用 我们听东西听声音要客观 就是要听它到底有什么东西 就是听它的音符构成 就是它这个声音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说它的声音过程 就像tai tk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声音的频段 要编曲的话 是不是高低层次都得有 当然 就是你看我虽然刚才在选每个音色 但是实际上我找什么样的乐器 取决于我听觉里边需求什么 对 我为什么要有bass呢 因为总要有低音的这个线条 我为什么要有上面的那个东西呢 你不要给人一种扩张打开的感觉 就是凭感觉 对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理论 可是这种理论会特别限制你 包括我教你们东西 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才算练会呢 就是在你们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已经不想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做音乐完全不想这些东西 就习惯了 就是我们觉得对它就对 就是反正听起来好听觉 对 但你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要基于这个东西 你才能建立一个最正确的听觉 看你们怎么平常标节吗 反正你学词 就是主角部分你刚才标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会有音箱吗 没有 没有对吧 它一定是空牌嘛 对 Clar isn't the best the cloud isn't the best the best play 对 这个就出来了 那你要你看你按你标这个节奏能唱得了吗 臭了 哈哈 Table to win shot V and my friends that the table to win shot 你现在这个 唱起来就会变成这样 V and my friends that the tip 不动看吧 朋友是正牌吗 对 朋友肯定是正牌 对 朋友肯定是正牌 你确定了几分 me and my friends 你看 是吧 他肯定会变成正牌 那这个就跟他调一下 这个Cover 他为什么这个东西难呢 因为他这里边学历都在16分译 每个字 对 对 他基本上是在这个16来写 那么 如果比如说他是一拍的话 假如说他四个是一拍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学历经常某一个 这边出现的后边的水 哈喽小丁 你为什么不去上编曲课 因为我主要想考的大学是一次方面 就表演方面 对 所以也就是还不到一年了 所以先把自己专业给提起来 你在看什么 这些都是对自己专业就比较有用的 对 因为本身要考这些方面吧 还是得提前把一些东西给准备好 然后再去考 而且 如果现在去上编曲的话 把自己时间就是分布的太散 去学这些 对自己本来专业先无用的东西的话 有点浪费自己的时间 如果想学的话 以后可以学 但现在这段时间 还是得先把自己的专业方面给提起来 我认识 观众看综艺是为了看什么 首先它一定是有趣的东西 然后综艺大家看到画面里面包含了什么 首先第一部分肯定是画面里有各位的脸 这是颜值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在这边拍摄的时候 我的脸 我的动作行为 是不是要给到这台机会 就不能是我在这儿拍你给我背影 然后就是综艺最重要的就是内容 内容就是我们完了什么 哪一段好笑展现它什么样的 这里面又分了几个东西 第一种是 有的人 他是自带一个搞笑才能的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看到 小贺也会根据某一个片段你来说 那天我们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来这样来引起大家的一个笑 或者说引起下一个梗 就是大家要 就是发掘自己身边的 哪怕就是一件小事 后期的花子其实很多东西都能 跟大家做补充 就比如说这一段我完全 听不听去的时候 我可能就真的就是发呆 我不需要跟自己找视频中 就是首先陆综艺大家想通一点 就是它是一个很费脑子的东西 但大家要花至少你要花 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去想 然后说话 特别是用你个人介绍 或者说是一些单独怕的环节 你一定话不能说太满 一定要让对方找到拓展 就比如说我举例 我自我介绍就是 我有做过多档综艺节目 然后所以我会在这里有经验的跟大家去分享 那我这次话的拓展就是 主持人就会问我做哪一集的 讲的是什么内容 你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 以及你在这个综艺中你遇到了谁 你跟谁合作过 就是你话不能 如果我只是简单地说 我其实 就直接 除了集体舞蹈课程外 公司还在舞蹈老师的专业建议下 将成员们分成两组 进行针对性舞蹈培训 很可怕 很可怕 C Mask 都不想联邀 这首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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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7 8 8 你真不知道 1-2 嗯啊 雙方 雙方 鞭向前 雙方 雙方 5-6-7-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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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 1-2-3-4 5-6-7-8 1-2-3-4 5-6-7-8 1-2-3-4 2 2 3 3 5 6 And 字幕 기다리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录制舞蹈视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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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